公司的健康保险一定要等到年底才可以续保吗 如果公司老板想要要求提早续保可以吗 续保的时候到底要注意什么呢 不同的保险公司其实针对提早续保这个要求 有了不同的答案 已经有保险公司同意让公司好好提早续保 举例来说 如果您的公司健康保险本来是在12月1号的时候续保 其实您是可以要求在9月份或者是10月份的时候提早续保 到底是为什么要提早续保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保险公司在这两个月的保费价钱呢 其实比12月份还要好 同时您的公司的员工他们就可以提早做计划上的变动 例如把家庭成员放在保单上面 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或者是在计划福利的部分做任何的更改 同时最重要的原因是 如果您做了提早续保 您就不需要担心保险公司会因为延迟发送保险ID卡 而让您去看医生的时候没有ID卡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90%的公司 他们都是在12月1号的时候要求续保 所以在去年的年底 有非常多的保险公司因为工作量真的太大了 不但在账单上出现了很多问题 有很多的老板不知道到底应该要如何去缴交他们健康保险的保费 同时他们也延误了非常多人的保险ID卡 导致有很多人去看医生的时候都没有ID卡片可以看医生 也延误了他们就医的时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有特别多的公司行号 希望可以提早他们保险的续保时间 不要跟着大部分的公司一起续保 不过在这个地方有几件事情想要提醒大家 第一如果你们在更换保险计划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您现在的家庭医生是在您新计划的网络当中 并且您一定要去通知您的医生您的保险计划上面做了变动 如果说今天您的医生不知道您的保险计划上做了变动 他们有可能收不到任何的费用 而导致您在他们那边会有呆账的问题 第二如果您有在吃处方药的话 也一定要提醒药局您的保险计划有了变动 因为保险计划的变动也会导致您福利内容上的变动 所以如果说您的计划的co-pay有任何的改变 一定一定要提醒您的家庭医生 您的药局 还有就是如果在未来您有任何的referral在pending的 也要记得提醒您的专科医生 要记得去看您新的保险计划的计划内容 如果您对提早续保这个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联络 也希望您可以找到一个专业的保险经济给您最好的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